至於第二關,同組,也是這組的賽事 星期四第九場,卡拉巴赫對士卜亭 這場球我亦選擇入球勢,2.5球中位數,1.62倍 我們看看兩隊的近跡 主隊阿塞拜疆球隊,卡拉巴赫對士卜亭 卡拉巴赫對士卜亭賽事都非常好 贏了5場,和2場,輸3場 士卜亭和阿仙龍的情況差不多 贏了6場賽事,輸3場,和1場 我們看看他本身的積分 因為積分中,這場作客的士卜亭是7分 卡拉巴赫對士卜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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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他這場球贏了士卜亭 變成6分和7分之距 下一輪對士卜亭 最後一輪對士卜亭 雖然機會比較渺王 但也不會放棄這個機會 始終士卜亭的近況 或者他的入球也不是太高 我們看看他本身這組的賽事 可以看看 卡拉巴赫對士卜亭 最後一輪是對著阿仙龍 變相來說,這隊球 他入球只有1球 其實士卜亭亭也是那一句 跟阿仙龍的情況一樣 他不會先立刻進攻 最重要是做好防守 其實只要不讓卡拉巴赫取得3分 其實取得1分也不重要 他取得1分也有8分 卡拉巴赫也是4分 下一輪有4分之距 最後一輪對著阿仙龍 其實士卜亭就穩定出線 主要士卜亭這場球不輸 不需要跟你急著攻 其實強隊也好 或者弱隊也好 其實去到分組賽 去到尾兩三輪賽事 都是計分的 情況之下 其實他入球西 2.5球1.6幾 也是買得過的